歡迎大家收看今天明報多蘭多 五點潑新聞直播 今天是6月25日 Raptors的主席 今天終於開口過Kawaii去留 有加拿大人在泰國被蛇咬 幸好多蘭多動物園救回他一命 多蘭多Raptors拿到NBA總冠軍後 球迷的焦點都放在Kawaii Lennon身上 但其實Raptors的主席Masai Eugenie都很重要 當日如果不是他 Kawaii都未必加入猛龍隊 最近就有傳言說Masai想過檔 但他今天就大派定心軟說沒有這樣的事 還說自己全家人都很喜歡多蘭多 好了,Eugenie就說不走了 那Kawaii怎麼辦? 他就說過去一段時間 Raptors的球隊和Kawaii都已經建立了互信關係 但Kawaii始終有自己的想法 無論如何都會尊重他的決定 他又說作為管理層 最難面對的就是把球員賣走 以及被自由生的球員離開 但球隊經常都會做好這方面的準備 嘩,你說到這樣,難道心裡有數?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多蘭多動物園除了有動物體 有時還可以救人一命 在今月7日安撒了一個女人 去泰國旅遊的時候被射咬傷 雖然她在當地接受了治療 但她回到加拿大之後看來的蛇毒犯法 她即時被送到附近醫院接受治療 但醫院裡面並沒有蛇毒的血清 解除不了她血液中的毒素 但幸好多蘭多動物園知道事件之後 立即送出動物園存放的6種血清救她一命 原來多蘭多動物園 在加拿大少數存放有解蛇毒血清庫的設施 成興海美,花旗心勁減 買一磅送一磅 多蘭多馬路有很多potholes 但是單車徑都有個六方尺 這麼大的potholes就沒聽過 這個大型potholes 在靠近湖濱范Cherry Street Martin Goodman Trail 這條單車徑也是建議跑步的路徑 這麼大的路坑 已經令不少踩單車的市民 和跑步建議跌倒 市民裝飾、盤生意、海車出入 都要駛過她見到條路爛成這樣 趁自己商號重鋪條車到 就叫那些工人順手填了個大potholes 利己利人 她說打個電話去熱線311 但反應不理想 既然鋪開就一齊來 阿John說如果又撲傷人 她都有責任 人家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償 自己已經將件事 和市議員方卓兒報告 方議員也給個讚她 市長莊德利知道件事之後 說市府工人工作很忙 全市不少potholes 另一次阿John自動幫忙 她覺得無所謂 市府工人會繼續努力 修補其他potholes potholes填好了之後 路過的市民和騎單車者都說抵讚 鋪入鋪到要幾千元 去年6月在Scarborough Alton Tower Circle附近一個遊樂場 槍傷兩名女童的疑犯仍然在逃 多很多警方今早宣布 任何人線如果可以提供資料 幫到警方成功拘捕這名疑犯 可以獲得5萬元的花紅 但除了說錢 這名連兒童都不留守的疑犯 都應該盡快被誠至於法 接受法律的制裁 多倫多今天發生一宗致命工業意外 一名建築工人懷疑觸電 獲救的時候已經沒有知覺 意外現場在Foyard Boulevard 隔Barthes附近一個建築地盤 今早11點一個男子發生意外 救護車到場的時候 受害人已經沒有生命值得獎 多倫多今晚氣溫約17度 明天日間平均氣溫約28度 今晚的油價是1月13.09 明天預計會跌回1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不同人有不同表達不滿的方法 但這名中國遊客表達不滿的方式 就似乎過於激烈 他竟然因為不滿酒店的服務 在房間爬出窗口去到外牆位置 危站在酒店平台 聊過7小時後才安全被消防救客 香港雖然小大人才都不少 阿士匹林這個藥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主要用來預防心臟病發 中風和多種癌症 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嘉良 繼3月份獲大阪市立大學 本受名譽博士投下 今日作為美國醫學資訊機構Expertscape 選為研究阿士匹林的全球頂尖學者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昨天港姐首選 有參選人說自己是馮瑩瑩校友 馮瑩瑩今天就扩認了她的身份 還說在港大的時候 對方又出名過自己 都在工作著 不過就未有機會上去和她們親身大聲招呼 想留在現線上 你那個同學還是師妹參加我 有 我也有看到和我大學同一個學系的一位師姐參加 其實是她 大家都在同一間學校 其實是她謙虛 我知道 但是我也要專稱她一位師姐 因為她比我大一年 又做了我畢業 嗯 嗯 其實這位 我們都有一齊參加過攝影學會的一個model活動 嗯 所以其實她在大學裏面的時候已經封頭等禮 就是她呢 不是啊 那時候我都直直無名 但我去大學的時期 已經贏得這個大專學界的校花 這個稱號 就是當初一開始大家說我是港大校花 我曾經說過一場誤會 其實因為那個真有奇人呢 是她 嗯 她是贏了這個學界校花的美語的 嗯 所以其實她是我的偶像 是因為她畢業了之後 又試過很多不同的工作 曾經做過空姐等等 那時候我又未畢業 都會覺得真的很多知多彩了 那這次見到她都來參加呢 我都覺得很有潛質 那她之前有沒有找你請教一下 都有的 有的 有很多朋友都有找我請教過的 你有很多朋友參加嗎 有的 因為另外一位 湯樂晴Carmeny都是我的朋友 他都有時候 他轉了名字我叫王家文 蛤 是啊 湯樂晴是她之前的名字 哦 我每年都改了名字 是啊 他改了名字 因為我認識她很早的時期 很早的 那時候我未入行 未選港姐都已經認識她 這位她都有 interview之前問過意見 其實我也覺得她很有潛質 其實例如我就算入了行之後 在很早排一次工作上面 都有遇到她 因為她都有做開模地的工作 她也是國際小姐 是啊 她也有選美經驗 總之我當時已經引戰這位Carmeny 被經理人說她可以選港姐 想不到一年後她真的來選港姐 今天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晚上 讚 讚 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